大家好,虽然月季的更新呢,不太喜欢特别潮湿的土壤环境,但是在现在刚刚开春,然后呢,这个月季开始恢复生长,长出了非常多的新枝新叶之后,它对水分的需求呢,也就提高了,那么可能很多花油,特别是新手花油啊,就不懂如何正确的给这个月季浇水了,其实呢,如果是新手花油给月季浇水的话呢,我们最主要是按照这个见干见湿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,什么是见干见湿呢? 就是见到土壤表层干燥,见湿的话呢,就是见到盆底有水流出,那么这就是见干见湿,但是这个浇水方法应该如何正确的操作呢?首先呢,我们可以观察土壤表层,如果土壤表层呢,已经干了,我们这个时候不要马上浇水,因为土壤表层虽然干了,但是呢,它的这个里面可能还是比较湿润的,所以我们要拨开这个土壤表层来观察土壤 表层下面大概3到5公分的这个干湿程度,那么怎么观察呢?我们不能够从这个盆土边缘来拨土看,因为呢,盆土边缘干燥的会比较快,但是其实中间呢,可能还是特别湿润 那么我们观察就要从植株净杆到这个盆壁中间这个部位,然后呢,把这个土啊,拨开大概2到3公分,或是3到5公分左右 然后呢,我们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,如果呢,还是比较潮的,或者是呢,还是比较湿润的,就不用急着浇水 如果呢,稍微有一点点潮,那么我们可以等个1到2天左右,再来浇水就可以了 而且浇水的话呢,一定要浇到盆底,大概有水流出就可以停止了,不要浇的太多 浇的太多的话呢,就很容易出现积水闷根烂根的现象 浇水的时候呢,因为现在是它的快速生长期,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以水带肥这样子浇,既能够补水又能够补肥 因为现在呢,它主要是在长新芽新枝,所以用肥要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那么一般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,就是这个畜生长型的有金氧液 它的氮含量啊,比较高,再加上呢,充足的甲肥,可以让这个新芽新枝啊,长得又快又壮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 再观察盆土,大概3到5公分已经干了,就可以给它浇透水了 所以这种渐干渐湿的浇水方法就比较适合在现在春季,月季的生长旺季来使用 当然这种方法就特别适合新手了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